可是我想請問一下這個在政治圈混合酒的坤玉兄 一說郭台銘臉書一發下去 就表示事情結束了 真的嗎 真的結束了嗎 理論上是這樣 然後因為你已經說不完了 至少暫時是不會完了 雖然有氣 但是這個氣已經沒有出發了 我這樣子講好了 這個話說從頭 就是這個郭董一開始在講說我是這個什麼 我是這個當年是年輕氣盛 我看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說完了 為什麼完了 因為他把自己後路封死了 那如果人家不公平對待你 你還年輕氣盛一次嗎 對 這第二次再去 又去鞠躬又去講說 我相信朱主席 那我就說完了 那這個政治圈 你整個進圈到了 政治圈要相信什麼 政治圈永遠只能相信規則 一個公開的規則 那你要相信哪一個人 那個人他不是說他需要害你 他的心思跟邏輯跟思維跟你不一樣 他想的重點跟你不一樣你就完了 所以他已經陷入了藍色蜘蛛網 再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了嗎 這個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要 這個很難講說是誰的佈局啦 那個當然我們 在我們自己政治圈老人看來 也是覺得說 這真的是我們看一眼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會被他騙那麼久 就完全不可思議 所以你就做了一首詞送他就對了 來這首詞唸唸給咱們聽聽吧 這個滿江宏 這個月飛當年做滿江宏的時候 那郭總現在心情就是這樣啊 怒法衝冠平蘭處 然後潇潇雨些 對不對 他現在心情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台望眼什麼 仰天長笑 八千里路 七十公民沉雨土 八千里路 那時候是三十公民沉雨土 你改成七十公民沉雨土 對不對 好 然後 好笑是白努力 對他白努力一震了嘛 然後被當成塑膠了嘛 對不對 空杯戒 背坑齒 空杯戒 背坑齒 優未學 陳子恨何時滅 沒了嗎 然後還有下半缺啦 那下半缺那個 這個講的就就比較土匪一點 那個駕長驅衝破龍江路口 壯志雞餐不是葫蘆肉是猴子肉 猴子肉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是打 那個是打油絲 笑談可飲豬頭血 大家大家不用不用太當真 那只是來證明 連勝文可能描述的 真的就是郭董現在的心情 所以你覺得沒有了 他已經陷入這個蜘蛛網了 逃不了了 我這樣子講 嗯 我不覺得 我我我 郭董他是一個在比我們 比我在大十幾歲的人 嗯 在那一輩的人中間有兩個盲點 嗯 第一個盲點 他會相信大人的話 嗯 好我們小時候 老師講的 是 那就是聖旨 嗯 校長講的 不得了了 嗯 然後我們小時候 剛從政的時候 也是 哦 不用說什麼黨主席講的 好 某某組織部 部長 或者某某主委講的 是報告是 所以他會服從權威 第二個特色呢 那第二個問題是 他 常常 怎麼樣 做生意 做慣了 做慣了以後呢 他會去相信 那 我把那個老闆搞定了 我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其他程序都是假的 都不重要 嗯 他相信這一套 嗯 所以結果使他自己陷入一個迷思 是 那個迷思就是說 哦 朱主席好像答應我 好像怎樣 所以我就可以 繼續繼續 繼續拼 繼續拼 而且 大家還注意 黃光琴的那個 那個臉書裡面有 有有有 他今天講 中午的那個節目裡面 就有講到一段 嗯 他說朱主席 在某一次見面的 好像第一次見面的 出門 送出門的時候 他還回頭不是跟 這個 郭董講 嗯 說 說 跟郭董講說 那個 什麼 你如果能夠把猴勸退的話 然後我就會提名你 對 對不對 欸 郭董怎麼會相信這句話 這標準的渣男語言啊 這渣男就是跟 小三講說 你能把 讓我老婆跟我離婚的話 我就一定娶你 那不同樣邏輯 哎呦 我是 對 他如果不是心裡面有魔葬 嗯 有一某一種 慣性 權力的渴望 對 正常人都會對這個東西 馬上一聽就說 這是 這在拐你了嘛 嗯 那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 呃 郭董其實也知道自己的 狀況 而且他自己當初把路封死了 封死了以後 嗯 那 他現在再要翻 很難 欸 封死了嗎 可惜不是你 美丁後友誼 扭歸射身權 不在KMT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要改編歌嘛 所以我也改了一下 其實朱立倫呢 在黃康琴 所爆料這個裡面 我覺得 黃康琴爆料可信度會很高 因為這些內情 只有郭台銘 朱立倫 黃建廷 三個人知道 如果他亂講 郭董 洪海部都告死他 所以說基本上 這個可信度是很高 但你沒有看出哦 朱立倫設了至少五成圈套 去騙郭董 你知道多五成嗎 第一成 他讓郭董去做貨梯 為什麼做貨梯 一般覺得做貨梯不是很體面 你要光明正大 做貨梯給你一種 我跟你是秘密的一個關係 這過程當中沒有其他人知道 我給你有一些好康的 第二成 他透過黃建廷這個信仰去騙郭董 不是或者說禱告嗎 郭董就覺得說 你這麼虔誠 肯定就是既然說 這次我一定不會是假的 黃建廷在禱告的時候 是不是想說好在地是關公兄弟 對啊 黃建廷在禱告的時候想說 親愛的上帝請你原諒我 我不是故意要騙郭董的 是因為郭董他是異教徒 他是信了這個關公信媽祖的 所以說這個上帝你不要怪我 黃建廷信你們都在這樣想 郭董看到我不是這樣 郭董的眼神看到是說 哇 你怎麼那麼虔誠 你怎麼可以拿這個來騙我 第三個圈套是說什麼 朱立仁說 如果侯上來我什麼都沒有 就是臭漏出自己的自私 利益的方式 讓這個郭董知道 他們這個自私的利益是一致的 第四成 這個很邪惡 為什麼講牛鬼舌程你知道嗎 譴責受害者 讓郭董內心有罪惡感 說他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反正就都是因為我找了不對的人 所以說我民調才輸了 朱立仁講這種話 就是有人被搶的時候說 都你錢太多 所以說我才搶你 真的還會被搶 標準的譴責受害者的作法 或者女生受害之後罵他說 你衣服的這個穿太少才這樣 朱立仁就是這麼渣 第五成更可怕 我花了一整天時間 都會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請他吃針腳 後來我去發現之後 2018年12月的時候 有一則新聞 說郭董的永寧健康基金會成立十週年 郭董講了一個感人的一個故事 說他王七還在世的時候 他最感動的時候 就是每天下班很累的時候 都會有一盤熱熱的水餃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家裡就請了新廚師 然後過一陣子 王七過世了 然後水餃的味道沒有改變 因為王七在生前就請了廚師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把這個水餃的味道 傳承給這廚師 讓他不在這個水餃 郭家水餃的味道 還可以永遠的存在郭董的心中 這就是朱董一直查到這個新聞 就是說哇 郭董原來喜歡吃水餃 利用他對王七的情感來騙他 你看這多邪惡 結果郭董還覺得很難吃 而且他那次做得不是很倒地 所以說五成拼湊災情 你知道朱董 郭董也不是小白兔 可是朱董一成一成 黃黃黃扣下去之後 郭董最終還是受騙 去講出說 不管怎樣我都是會權利 支持侯友宜 這句話一講在政治承諾上面 他的政治路基本上就已經斷了 而這一切就是朱立倫 對 這是朱立倫的大獲全勝 來 那我幫忙澄清一下 剛剛只是聽到郭董講了以後 然後講到水餃 你知道那個 其實國民黨黨部附近 就有一家五花嘛 然後那家水餃還蠻好吃的 結果因為這一次 事件了以後 被一堆網友上去刷副餅 我拜託一下 哇那種啊 那種憤怒無觸泄 對 親情無觸泄泄 不要這個殃疾無辜 好 那個五花嘛還蠻好吃的 真的 但是 你好 不系 Hero 我 那個 dod 他 說 說 那 感谢观看